大家好,ChartGPT前段时间进行了重大的升级 现在ChartGPT可以语音互动 并且他的训练的知识已经到了2023年的年初 并且最近他又号称他的回答可以迟时的去进行网站的搜索 那他现在究竟好不好用?靠不靠谱? 我们今天就来试一试 好,今天我会向他提问关于油管内容创作这个方面的 那每一次我们提问的时候 他要进行一点思考 这个思考可能是几秒钟到十几秒钟 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 我在后期会把这个思考的时间把它剪掉 其他的这个互动都会原汁原味的保存 现在我们就来开始 好,ChartGPT我现在打开了 点击这里方就开始语音互动了 你好,ChartGPT 假设你是一个油管YouTube的专家 我现在想来做视频 有一些问题向你请教 希望你能够简洁的回答 回答最好不要太长 可能是十几秒钟就够了 谢谢你 当然可以 关于YouTube视频制作 你想知道哪方面的信息 比如视频内容 编辑技巧 或者如何提升观看量等 请告诉我具体的问题 我关心的是赚钱 听说做油管可以赚钱 是吗 是的 YouTube上确实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赚钱 主要方法有广告收入 频道会员 超级留言和超级贴纸 以及通过合作伙伴关系获得的收入 重要的是 要持续制作有吸引力的内容 增加观看量和订阅者 这样才能提高收入 你还有其他关于YouTube的问题吗 是的 请问是粉丝越多越赚钱吗 一个100万频道的粉丝 一个粉丝的频道 是不是一定比一个10万粉丝的频道 更赚钱呢 实际上粉丝的数量 并不总是直接决定收入 虽然粉丝多的频道 通常有更高的观看量 这有助于增加广告收入 但其他因素也很重要 比如频道的定位 观众的参与度 视频的类型和质量 以及观众的地理位置等 有时候一个小频道 如果拥有非常忠实和活跃的粉丝群 也可能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 你对于YouTube视频 制作还有其他疑问吗 是的 我不知道做什么 你能有一些内容方面的建议吗 选择YouTube视频内容时 重要的是找到你感兴趣 且有潜力吸引观众的领域 以下是一些受欢迎的内容类型 1.教育内容 分享知识 比如语言教学 编程教程 或者健康和健身指导 2.生活方式和旅行 记录你的日常生活 旅行冒险 或者特别的生活体验 3.娱乐 可以是幽默视频 挑战 搞笑剪辑 或者电影和电视剧评论 4.技术评测 分享和评测最新科技产品 5.烹饪和食谱 教人们做菜 或者分享烹饪技巧 最重要的是保持真实和独特 找到你真正热爱的内容主题 这样更容易持续制作内容 并吸引观众 你对某个特定类型的内容感兴趣吗 我听说这个口播类的节目 能够创建人设 听说有人设就更容易赚钱 但是我口才不好 也对于镜头有恐惧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 选择其他的内容方向 理解你的顾虑 如果你对在镜头前表演 或说话不太自在 可以考虑制作不需要出镜 或少用语言的内容 比如 1.展示技能 如果你有特殊技能 比如绘画 手工艺 可以通过展示这些技能 来制作视频 2.音乐或声音艺术 如果你对音乐有热情 可以创作音乐 或声音艺术相关的内容 3.动画或图形视频 制作动画或使用图形来传达信息 这些内容通常不需要你直接出镜或讲话 4.自然和风景视频 如果你喜欢户外活动 可以拍摄自然风光或城市景观 这些内容类型 可以帮助你在不直接出镜的情况下 建立个人品牌 你对哪些类型感兴趣呢 我看到很多人做美食的这个频道 根本就不出镜 也不说话 这样子可以吗 这样子能不能赚到钱 完全可以 不出镜且不说话的美食频道 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内容形式 这类视频通常通过展示食材 准备和烹饪过程来吸引观众 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吸引观众并赚钱 专注于高质量的视觉内容 确保视频拍摄和编辑质量高 让食物看起来诱人 使用吸引人的背景音乐和声音效果 这可以增强观看体验 创建独特或流行的食谱 比如地方特色美食 健康食谱或快速简易菜肴 利用社交媒体和其他平台 推广你的频道和视频 吸引更多观众 记住增加观看量和订阅者 是赚钱的关键 你对制作美食视频感兴趣吗 有什么特别的烹饪技能 或食谱想分享吗 你刚才提供的那些建议都相当不错 但是看起来都要有非常重的后期 可能对技术要求比较高 这样子是不是非常困难 对我没有技术基础的人 确实高质量的视频编辑和制作 需要一定的技术技能 但这并非不可克服的障碍 你可以从基础开始 逐步学习和提升 以下是一些简化视频制作过程的建议 一 使用简单的编辑工具 许多初学者友好的视频编辑软件 提供了易于使用的界面和基本功能 比如iMovie Filmora或Adobe Premiere Rush 二 学习基础技能 从基本的剪辑和转场开始 逐渐学习更复杂的技巧 三 利用模板 一些编辑软件提供了预设的模板 这可以帮助你快速制作出专业看起来的视频 四 观看教程视频 YouTube上有大量的免费教程 可以帮助你学习视频制作和编辑技巧 记住 开始时不需要追求完美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好的 谢谢 逐渐提高技能 最重要的是制作出有趣有价值的内容 你觉得这些建议对你有帮助吗 需要更多关于特定软件或技巧的建议吗 谢谢 我听说做电影解说非常赚钱 这样可以吗 我担心有版权问题 看起来你提到了amara.org 这是一个在线字幕和翻译平台 使用这样的平台 对你的YouTube视频添加字幕是个不错的选择 特别是如果你考虑到国际观众或听力障碍者 amara.org允许用户创建和共享视频字幕 这对于增加视频的可及性 好像你听错了我的问题 我没有 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如何使用amara.org 或其他字幕工具的信息吗 我不想 我刚才提的问题是讲做电影解说 听说很赚钱 我想做的话应该注意什么 明白了 你对做电影解说视频感兴趣 电影解说确实是一个受欢迎 且有潜力赚钱的YouTube内容类型 这里有一些关键点 选择感兴趣的电影 选择你热爱的电影类型进行解说 无论是经典电影 最新大片还是特定类型的电影 提供独特见解 分享你对电影的看法 幕后故事 影片分析或有趣的事实 保持内容吸引人 确保你的解说既有信息量又有趣 注意版权问题 尽量避免使用受版权保护的视频片段 或者确保遵守公平使用原则 电影解说频道的成功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个人风格 和对电影的深入理解 你打算解说哪种类型的电影 你有电影分析或评论的经验吗 我没有评论的经验 你刚才讲到的 讲视频版权这个问题 我没有获得解说的权利 我就去讲它的故事 这样可以吗 关于电影解说和讲述故事 如果你没有获得版权 确实需要小心处理 以下是一些建议 避免使用电影的视频片段和音频 你可以谈论电影的故事和内容 但最好不要直接使用 电影中的视频或音频 使用自己的话讲故事 重述电影的情节 或讲述你对电影的理解和分析 但要用自己的话表达 强调评论和教育价值 如果你的视频具有评论性 教育性或批评性 可能会符合公平使用的原则 但这仍然是一个法律上模糊的领域 所以最好小心处理 考虑寻求法律意见 确定某些内容是否会侵犯版权 可以咨询法律专家 记住创造原创内容总是最安全的做法 你对电影有特别的喜好 或者想要探索特定类型吗 没有了 我看到在TikTok和Facebook上 很多非常棒的影片 我可不可以把它上传到YouTube上去 将TikTok和Facebook上的视频 上传到YouTube 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除非这些视频是你自己创作的 你拥有它们的版权 如果这些视频是别人的作品 直接上传到你YouTube频道 是侵犯版权的行为 可能会导致版权投诉 视频被删除 甚至可能导致你的频道被封禁 YouTube对版权的保护非常严格 最佳做法是创作和发布 你自己的原创内容 这样不仅可以避免法律问题 还可以建立起你自己的观众群 和个人品牌 你有没有考虑过 创作自己的原创视频内容 我考虑过 但是听说这个油管 经常会有封号的现象 把视频删除 把这个苹果频道关掉 这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应该如何避免这种 得到这种惩罚 YouTube封号或删除视频 通常是由于违反了 它们的社区准则或版权政策 为了避免这种惩罚 你可以一遵守版权法 不要上传你没有权利使用的内容 比如别人的音乐 视频片段和图片 二 避免违规内容 不要发布暴力 色情 仇恨言论 或误导性内容 三 尊重社区准则 了解并遵守 YouTube的社区准则 四 提供原创内容 创建和发布你自己的原创视频 记住YouTube会对频道内容进行审核 遵守这些规则 不仅可以避免受到惩罚 还可以帮助你建立起一个健康积极的频道 你对某个特定主题或类型的内容有兴趣吗 我听说这个油管合作伙伴计划加入以后 一直就可以赚钱 再也不会被取消这个资格 这是不是准确 实际上加入YouTube合作伙伴计划 并不意味着你永久保有这个资格 YouTube会定期审核频道 确保他们遵守合作伙伴计划的政策和YouTube的社区准则 如果频道违反了这些规则 YouTube有权撤销合作伙伴资格 为了保持YPP资格 你需要持续遵守YouTube的所有政策和准则 保持活跃定期上传视频 确保你的内容对广告商友好 不涉及争议性或敏感主题 所以虽然加入了YPP可以赚钱 但维持这个资格需要持续的努力和遵守规则 你对YouTube合作伙伴计划还有其他疑问吗 接下来我问这个问题 希望你能够回答得更为简洁一些 我因为没有多少时间 听说这个油管做视频的时候 封面图和标题也很重要 那究竟是封面图重要还是标题更重要 封面图和标题都很重要 但标题可能略占优势 标题直接告诉观众视频内容 而封面图吸引视觉注意力 好的标题能更有效地提升搜索和推荐中的表现 可不可以全职来做油管 还没有开始赚钱的时候 先把我的工作辞了来做油管 全职做YouTube是个重大决定 需要考虑风险 建议先兼职做YouTube 了解其可行性和盈利能力 直到频道稳定盈利后再考虑全职 安全稳妥比较重要 一般来说开始做油管 多长时间会开始赚钱呢 开始在YouTube赚钱的时间因人而异 需要更长时间来建立观众群和达到合作伙伴计划的要求 持续创作高质量内容和积极推广是关键 你这个知道很多油管的这些专业知识 我不太清楚你是从哪里头学来的 我是不是可以相信你提供的答案 因为我是一个新手 我没有判断能力 我是由大量的信息数据训练而成的 包括YouTube运作方式和视频制作的相关知识 我的目标是提供准确有用的信息 不过对于专业决策 建议你也参考其他专业人士的意见 和YouTube官方的指导 这样可以更全面的了解 并做出明智决策 油管上面有一个叫西雅图老胡的这个博主 你听说过吗 我没有直接访问当前网络或社交媒体平台的能力 所以我不了解具体的YouTube博主 包括西雅图老胡 我在开始使用 他们涵盖了各种各样的主题和风格 如果你对某个特定博主感兴趣 建议直接在YouTube上搜索他们的频道 这样可以获得最直接的信息 我在开始我们这个对话的之前 我看到一个提示信息 讲ChatGPT可以直接访问网页 是真的吗 抱歉 我之前的表述可能有误 我确实可以通过内置的浏览器工具来访问互联网上的信息 如果你需要关于西雅图老胡的具体信息 我可以为你在线查找 你需要我搜索什么具体的信息吗 好的 那你帮我查一下西雅图老胡的频道名字叫什么 You have reached the message cap for GPT4 Please try again later 好 你看到这个ChatGPT已经拒绝回答了 他讲我今天这样一个使用的限制已经到了 他好像已经关闭了这个对话的这样一个过程 那从总的来说大家感受这个ChatGPT的回答不疼不痒 我们只能把它当作一个信息的来源 当你对于这一个问题可能完全没有感觉或者是不知道任何东西的时候 他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基本的信息思考的方向 他是希望好像生怕说错话生怕这个漏掉东西那种感觉 并且大家也注意到我没有办法中间强行打断他 我要在这个界面上可能操作可以中断他 就是说他讲的很多东西为了正确 为了全面选的很啰嗦 所以目前阶段虽然讲他知道网上的关于所有的这些信息 但他很难能给出一个有针对性的这样一个答案 除非你的问题有一大堆的这个定语 那非常非常限制的 那么他就会可能给你更准确的这样一个答案 比如说我前面试过问他YPP的资格要求是什么 那他会知道讲1000个粉丝 4000个小时像这些东西 如果你问他一些大概的方向性的原则性的问题 比如说做什么东西赚钱 哪些东西CPM比较高一些 这些东西他的回答不见得准确 或者是有什么太多的参考的这个价值 所以总的来说 ChatGPT可能这种语言互动的方式 能够最开始的时候觉得有点有点意思 如果你有一个具体的这种问题 非常我刚才讲的非常准确的具体的问题 去问他的时候 他是也提供的答案 有的时候比你去问谷歌来的更直接 更有效 除此之外 如果是讲你要让他作为一个导师 这样一个角色蛮难的 这是我的使用的体会 大家看过了以后 不知道有什么感想 欢迎在留言区评论分享 谢谢